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粘稠浓厚的这种肝的浓架忽在鼻眼部 所以这个患者非常非常难受 他会觉得鼻子干得很厉害 而且鼻子后面嗓子上面会有严重的异物感 我现在呢正在用敷压吸引器 帮他把这些肝的浓架一点一点的清理干净 因为块太大了 通过这个鼻腔的时候会有点困难 只能给他吸成一小块一小块拿出来 之前好久好久没跟大家分享视频了 有一部分朋友也知道 是因为我受到了这个平台的处罚 应该是从去年11月底 就开始受到一个平台的处罚 这个视频就发不了了 是今天下午刚刚获得的这个平台的通知 这个处罚解除了 所以我也在想我要不要换一个形式 比如说我把这个颜色做成肖色 当然我也不知道 这个朋友们喜不喜欢看 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被肖色的黑白的这种操作视频 我的原视频肯定是彩色的 但是平台的处罚太严厉了 他现在不让发这种能见到排泄物 还有能见到血的红色的血的这种视频 所以我也想第一想看看大家的反应 大家能不能满意 第二我也想看看平台的反应 平台会不会因此再处罚我 好 可以看到大块的分泌物 已经清理了一些了 刚才吸引器用了一半 我实在吸不动了 我换成了钳子 把最后几块给它加碎 然后钳出来 现在就剩最后在鼻烟布贴了一层 我又换成了吸引器 一点一点的吸 这个操作对于患者来说 非常舒服的一件事 原本病人鼻烟布异物感 非常的明显 通过这样一个操作 可以让患者一下觉得就舒服了 当然这个患者来以后 一定要需要在护理方面 鼻腔的护理方面 是需要下一组功夫 包括我会建议他买一个 这个物化吸入器 居家的物化吸入器 有时间多做物化等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积极点赞转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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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